顯示這些上面的標籤而已 OK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會顯示但是不能填入 因為這個是程式自己 把資料放上去 不能讓使用者填 所以這個地方 這兩個也是Label 那其他這三個是Test Box 就是文字方塊 那底下的話呢 加入兩個Button 那怎麼加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你們可以善用這個工具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進到Visual Basic裡面 然後呢 在上方右鍵 插入一個表單 那我剛剛已經插入一個表單在這裡 User Phone 1 點兩下 就出來了 如果你已經插入過你就不要再做了 不然就會很多個表單 再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旁邊一定會有工具箱 如果你工具箱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上方這邊有個工具箱 按下去又出來了 或者是說你從什麼呢 檢視裡面的那個工具箱 也會出現 那我剛剛講過 有五個 Label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拖拉五個Label 就是 從這個畫面看到有沒有 12345 五個Label 分別是借款金額 貸款年利率等等的 那我先示範一個給各位看 其他都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拖拉出來 然後大小的話你稍微調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這裡面的這個這個名稱叫借款金額 我要更改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就是一個屬性 那屬性的話請各位在 檢視裡面看到一個叫屬性 視窗的 按下去 這邊就出來了 這個其實可以把它往下拉一點點 如果不出來的話你可以再檢視 這叫屬性視窗 好 那什麼叫屬性 實際上就是它的外觀 那我如果今天呢要把這個地方改為借款金額四個字的話 直接怎麼樣呢 在這個裡面找到屬性叫caption caption CAPTI 這個叫caption caption就是上面的 它的一個標籤的名稱 那比如如果改成叫借款金額 OK 那就改 改完 那一樣的方式 其他的部分 你就再拖拉一個 label 那總共底下會有五個 你就拖拉出五個 下一個 就是這樣往下拖拉 OK 好 這個是label的 移動的話你可以 按上下 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 稍微移動它一下 不過因為它這個工具 不太好移動 那你如果要移動比較精確的位置的話 各位可能要算一下哪裡 這邊有一個就是它的位置 位置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像laps laps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axle 以這個為 為00 往這個方向是laps 往這個方向是top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laps 有沒有 這邊有個 top top 在下面有個屬性 有沒有 top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把這個地方都調 一樣的話 你可以把laps 通通調成10好了 Enter一下 然後這個也是 調成什麼 這個也把它調成10的話 Enter 他們就會排一樣了 那top的話就是說 因為它跟 這個點 的距離的 所以如果你要調的 很 很漂亮的話 你就要算一下 算一下就是 下一個 他們